这一季花哨哪里都好 就是身体不好 前有电影朵拉青蓝 请问一下 145车站哪里做的发言 145车站哪里做 才是真的 算 虽然嗓子不好 但该说的话一句没落下 天明呢 我就是嗓子嘛 不然大家可以整一边 还有刷呢 你们记着呢 上手 又出了外面 你没人去查 就跑了 宝娟 咱蓝姐的嗓子是被你偷了吗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那我给你拆猫 我给你拆吧 哎呀 你拆猫 拆下来了呀 这怎么来的好坏啊 骑车来的 骑车来的 哈哈哈哈 I'm hot 我给你拆吧 拆下来了呀 这怎么来的好坏啊 骑车来的 我给你凑凑也能 就都吃好了 大家帮忙问航站楼的工作人员 用了体温计 结果体温计没来 急救来了 急救 Oh my God 那个 酸救 辛迟雷紧接着来了一句 温计必须得就是配着人出门 拉走就行了 前来那点小胃 在花哨里只配吃点剩饭 你这种饭量 别人吃 你就尝一口就端 就单点一份 我浪费 别人 刚好吃上也没地方人 你给我了 他没开始旅游 这点人就先疯了 好消息 恭喜你称为 小鸣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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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呀 开了 啊 赵张仪是有点 语言艺术在身上的 背后吗 哪有啊 哎呦呦呦 有没有啊 不要紫薛啊 不要紫薛啊 你是不是 有点滴血 我把你拿到 我怎么这么手上呢 我没心想 眼貌惊心的 原来节目里耳朵一直被打码 是在听霸总小说啊 我倒不说 酒也这身材也太好了 羞长的身躯硬挺不松 晕沉的肌肉丝毫不夸张 慢力量 打脚一个心的肥肉 踩露姐嘴巴都歪了 也学不出来 我们想说 比如说对您的称赞 说您真好 要怎么说 虽然心疼情蓝的嗓子 但是真的暴笑如雷 礼物 你的名牌已经请你掌握了 谁为牌 你的阿拉伯名字 静音蓝是吗 我跟阿宇都选了这个高速滑速 我觉得那个滑速 就是我滑起来 我的声音叫起来不太美妙 人家都是那种 小高音 我肯定是像一个 像一个乌鸦一般的女生 不知道的还以为上了运动综艺呢 我们快冲了 五十二还有八分钟 欢迎大家转网录制 运动类购义 我刚吃的东西 我叫雨了 雨了 只要老公不在 她的独立能力就特别强 给你们买了那个贴箱子的花露的标 因为我这航班 她行李非常多 提取行李的时候 拿错了 拿混了 有一点不舒服 有点发烧 让人家换一个 出来让别人也不好 然后她身边有份 我们自己的人照顾 也会好一些 你可以不吃 但是我们会给你带一点 小吃的时候不能没有